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在王子曰相聚 王子曰这个平台 希望透过经典和生活势力的结合 以及现代诠释 和大家一起共享经典智慧 重新发现经典的美好 帮助我们更愉快的生活 王子曰就是王老师开讲的意思 今天这一讲我想要来谈一谈 哇你好强哦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生活里面有时候会讲说 谁啊强不强 哇谁棒不棒 那么我今天才听到学生跟我说 你好棒棒 原来呢有正反两面的意思啊 你好棒棒 有可能是你好棒 也有可能是反面的意思啊 就是损人家的意思 根本就不棒 根本就不厉害的意思啊 原来这个汉语你看这么好玩哦 正反两面呢 都可以有不同的可能 那么关于你好强哦 这件事情呢 中庸里面是怎么谈的呢 我们来看呢 这一段故事 这是子路呢 去问老师哦 说什么叫做强 那孔子呢 给子路的回应 子路问强 那孔子就回答说 你是问我呢 南方这种强 还是北方的强 还是你自己认为的强呢 所以孔子在这边就把强呢 分了三个不同的样子嘛 孔子就继续说 宽容以教不报无道 南方之强 就是君子的话呢 他会用宽容柔和的精神 去教育人 就是即使人家对我蛮横无礼哦 我也不报复他 那这就是南方的强 所以只有君子能够做到啦 那这是第一种 君子之强 然后呢 南方之强 然后另外一种呢 是任金格死而不厌的 那任呢 这个字就是 任习 就是我们睡觉的那个床垫 床褥子哦 那他睡觉的时候呢 都带着他的那个甲皱 带着他的那个兵器 然后把兵器跟甲皱呢 都当成他的床褥 然后而且呢 到死的时候都不会后悔 死而后已哦 就是这种人呢 他很能够随时的上战场 替国家牺牲生命 所以他是一个很勇武的人 这是北方之强 所以这是第二种 孔子说强者居之 北方之强是强者 然后孔子又讲了第三种 君子呢 何而不留 强摘角 他说真正的那个君子呢 是何顺而不随波逐流 这样才是真的强 还有呢 君子要怎样呢 保持中立呢 而不偏不移 还有呢 在国家政治清明的时候 不改变自己的志向 不变色 那如果国家无道的时候 国家政治黑暗的时候 也愿意呢 坚持自己的操守 宁死不变 他说这样子才是真正的强 各位 有没有发现 这一则呢 和我们先前讲的 君子何而不同 周而不必 很像呢 前面是讲呢 君子何而不同嘛 这里呢 是讲 君子呢 何而不留 那么孔子在这里呢 分了几种啊 他说 南方之强啊 是用宽柔的态度呢 来教化不如我们自己的人 虽然别人是用不合理的态度啊 对待我们 但是我们不会选择报复的方法 而是选择一种呢 宽柔 包容的态度去面对对方 所以我不是不能跟你吵架啊 是我不愿意跟你吵架 我愿意包容你 那是基于我的教养 基于我的礼貌 或者是基于我对你的爱心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这个是北方之强 北方之强呢 是随时都可以上战场 而且呢 是一个勇武的人 他是以勇武呢 去胜人 但是 北方之强呢 有个缺点 就是他太超强了 所以过刚 所以孔子认为说 这是不好的 另外呢 南方之强呢 选择忍让 柔弱 这也不是一个理想的强者 南方之强呢 是不够强嘛 北方之强呢 太超强 所以孔子认为说 这两种强啊 都是基于生命的气质 就是他性格上面如此 我们说个笑话来说呢 就是刚刚说的啊 都是靠他的这个 前额业呢 在运作啊 所以这是不OK的 应该拿出理性来啊 所以孔子认为说 是出于气质 不是出于道理的 所以孔子认为说 直路不应该效法这两种 那么孔子心目中的强是什么呢 就是结合了南北两方的长处 要能够呢 以道理为根据 换言之呢 就是说 他在为人处事上面呢 能够待人宽和 但是他不会被这个世俗呢 移转 能够呢 这个行于正道 利于正道 不偏不倚 然后在国家太平的时候 而且他自己也得志的时候 会不改初衷 对不对 所以我们前面讲说 要莫忘初衷嘛 可是呢 真的呢 碰到国家无道的时候呢 也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 不会呢 屈从而复 致死不变 事实上要达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境地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呢 特别是国无道的时候 有可能会限制起于困穷呢 危险当中 甚至于会死亡 这个孔子特别强调说 像这样的情况啊 也要呢 致死不变 宁可杀身成人舍身取义 不要改变了自己的平身操守 对不对 这就是孟子说的 平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啊 这才是君子之强 所以我们从这一条当中啊 也看出来呢 南方之强跟北方之强呢 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 不过孔子更盼望呢 子录呢 要避免呢 南方之强跟北方之强呢 不足的地方 而要去实践一种君子之强 君子之强是什么 就结合这两种长处 这个因为子录 是个性比较冲动的那种学生嘛 所以孔子就告诉子录说 要压抑住自己的这个血气之勇啊 不要只是靠让这个血气方刚的这个气质走在前面 而应该呢 要发挥自己道德的勇气 就是我今天要做事的时候呢 先想一想 想一想这事呢 该怎么做 才决定呢 该如何实践 我记得呢 这个心理学家啊 这常常会讲说 当我们真的觉得蛮生气的时候 要把这个生气的事情呢 放在脑子里面呢 让一遍 然后数到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数到十呢 再决定说呢 要不要回呛他 通常你数到十的时候 大概也就不会选择呢 回呛的这条路了啊 所以 孔子呢 特别在这一条里面呢 勉力此路啊 要做一个君子之强的人 特别还要再补充说明的是呢 中庸的核心呢 就是在讨论 为人处事的普遍性原则 盼望人们呢 做事的时候啊 不论处事啊 为人啊 都不要太过 也不要不急 所以过于不急都是不好的 要恰到好处 不偏不倚嘛 只两用忠 要立乎中正 行乎中庸啊 所以 这个中庸之道呢 事实上是在谈 用忠 庸是用的意思哦 要如何呢 实践这个中道的理想 所以各位 你就可以发现 孔子呢 特别跟子路讲说 南方的这种 太弱了 温柔敦厚 本来是好的 对不对 但是一味的忍让呢 恐怕就不好了 那呢 本来呢 北方呢 这种强调勇敢呢 是好的 可是呢 如果只是血气之勇呢 这恐怕也是不OK的 整个中庸呢 就是在讨论呢 至中和之道 关于至中和啊 很多这个历代的哲学家 从中庸以后呢 都有不同的讨论哦 那呢 显然呢 至中和呢 不偏不倚之为中 发而皆重结之为何呢 更是我们一辈子呢 人生当中 很重要 值得实践的功课 这个新北市啊 有一个区 就叫做中和区 非常有趣的是呢 中和区呢 有中和路 永和区呢 也有中和路耶 所以中和啊 这件事情呢 对新北市的人来说 是多么重要啊 不过 从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看见 哇 你好强哦 原来强 有三种形态耶 那你想好 你是比较偏向哪一种 生命气质的吗 或者是呢 你考虑呢 该如何怎么样调整 你的生命气质呢 到底是要让呢 气质先行 还是呢 让道理先行呢 当然 求取呢 理性跟感性的平衡啊 这也许 也是我们一辈子呢 当中 很重要的 生命实践 或者是 道德修养 刚刚讲说呢 要有成长性的思维嘛 所以要有 自我觉察的能力 所以呢 如果你选择忍让 那得想一想 你会不会呢 被事件呢 压抑的太辛苦 真的让自己变成实辣呢 或者是呢 当你呢 想要冲动呢 的脱口而出 想要挥拳相向的时候 哇 你得记得哦 这样子呢 伤害的可能是自己 我们要加强 我们自己的心理素质 对不对 一方面要有心理的韧性 不要玻璃心 二方面也要告诉自己说 所谓强啊 真的就是结合呢 南北两方面的长处啊 是呢 兼具南方之强 跟北方之强的优点的君子之强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你想好要训练你心灵 肌肉的耐力了吗 到底怎么样 才叫做强呢 很值得我们思考吧 把你想好的结果呢 Po在这一则影片的留言 在这一则影片的留言下面 等待你的回应哦 好 我想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们从这一讲当中呢 可以发现呢 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南方之强 南方之强呢 是不极强 第二个是北方之强 北方之强是太过强 第三个可以培养我们自己呢 做一个拥有君子之强素质的人 强化我们的心理韧性 真正要强的是呢 不要玻璃心 要做一个强化玻璃的心脏 这样子呢 不论你在面对怎么样的对象的时候呢 你都是一个真正的强者 这样子才是你好强哦 希望今天的这一讲 可以开启你更多 关于经典和生活智慧的想法 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 感受经典智慧 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 对了 我们王子曰有Podcast的音频版本 你可以在各种Podcast平台上 搜寻王子曰就会找到了 要记得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 我是王老师 我们下次见 拜拜